众所周知,9月是个丰收的季节,经历了7月8月的锤炼,9月的第一周可谓是瓜料满满,除了护丝造谣胖瓷之外,这周竟然还有流量明星他房和一鸣整改。这里是虾谈鱼子酱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周都出现了哪些鲜瓜吧。 第八月,丁泽人,你是我唯一的姐,徐凯诚爱爆爱爆爱爆之后,在9月的第一周,我们又迎来了德州扑克牌王林彦俊,新来科普夏林彦俊,2018年他参加了偶像练习生,以第五名的成绩加入9%组合周到,团队的其他成员有蔡徐坤和范城城等,想必这次事发他俩内心OS别来沾边。 出道之后,林彦俊上了一些综艺,参演了一些电视剧,但是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,林彦俊几乎处于失联的状态,没有任何消息,不发任何动态,也没在公众场合露面。 不少吃瓜网友纷纷对他投来了恋爱的目光,认为林彦俊是个被公司血藏的可怜爱豆,不过这波属实是吃瓜网友们想多了,因为今年9月他带着恋爱大力包强势回归。 9月4日,八卦记者晒出了林彦俊与神秘美女在酒店共度三天三夜的视频,疑似恋情曝光。 视频中,两人搂肩搭配举止相当亲密,有正脸有铜框还有清晰的时间线,怎么看怎么都是实锤,但爱豆怎么会承认谈恋爱呢? 圈里除了陆寒,其他人均是不沾女色,每天念一百遍,色既是空,空既是色的和尚,他们的眼里只有事业和粉丝,果不其然,在事发几个小时之后,林彦俊工作室就发生否认了恋情,但对于这个避重就轻的声明,粉丝们并不买账。 于是,粉丝们开发这个传说中的嫂子,不拔不知道,一拔吓一跳。 这个辣妹网红显然跟林彦俊之前说的理想型气质美女截然相反。 事情发酵了两天之后,林彦俊曾经的战姐在也忍不住了,联合了好几位粉丝,打算开直播爆料,预告一发出五千万人涌入了直播间,搬好小板凳准备吃瓜。 这场直播带出来的瓜友,林彦俊的文艺青年人设是凹的,微博文案是抄袭的,而且还老歹着一个人抄,林彦俊爱打扑克是名副其实的德州king。 当初的成团业,林彦俊的公司没花一分钱,都是粉丝们真金白银投出来的,这情节好像四层相识,总之事情发展到这,林彦俊是彻彻底底的他了,既要嫂子亲亲抱抱,又要粉丝上供韭菜。 论最贪心的IDOL,林彦俊当属第一。 这周同样被拍到约会照的还有曾顺希,不过曾顺希可比林彦俊幸运多了,6号有媒体拍到了曾顺希的一段深夜视频。 视频中,曾顺希和美女一起乘车来到酒吧,之后两人又一起回了家,疑似恋情曝光。 消息放出后没多久,曾顺希工作室就迅速辟谣,称同行女子是工作人员,并配上一个大大的假字。 林彦俊的经济团队快来取取经,这才是正确的辟谣方式,比一些产篇大论不知所云的文字有用多了,目前看来这瓜就是个乌龙,吃瓜群众还是散了吧。 曾顺希这瓜是子虚乌有的事情,而李一峰可就惨了,同样是造谣,曾顺希是抱得美人归,李一峰则是进去了。 事情是这样的,9月2号,李一峰本来会去杭州参加一个线下活动,结果粉丝们左等右等李一峰就是不来,随后活动就被取消了。 取消之后,活动的主办方和李一峰工作室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,这下粉丝们可就坐不住了,这时突然有网友放出了消息称李一峰被抓了。 一时间舆论四起,网友们炸开了锅,为了阻止网友们杜撰出一部逮捕大戏,李一峰赶紧开直播辟谣。 直播中李一峰表示自己目前在北京,因为疫情原因没能赶到杭州非常抱歉。 粉丝们这才把选择的心放下,由此可见,不能停风就是雨,齿瓜还需谨慎。 9月7日,人民法院报刊登了一则公开致歉声明,致歉人为肖战的黑粉丛斯奇。 丛斯奇在声明中称,就侵权行为给肖战先生带来的困扰和损失,向肖战先生致以诚挚的建议。 相信肖战的粉丝们一定很熟悉从斯奇这个名字,他已经是一个惯犯了。 从两年前开始,从斯奇就一直攻击辱骂肖战。 总是在网络上挑起舆论战争,这次终于复发了。 据悉除了公开道歉之外,从斯奇还要累积删除所有侵权言论, 并支付肖战三万余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。 当年227事件之后,肖战工作室就认识到了黑粉力量的强大, 他们早就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来对付黑粉。 现在的肖战是扭轱路战,黑粉们还是要好自为之了。 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又又又又互撕起来了, 这次仅仅是因为于正的一句话。 6号,于正更新动态,评论区有网友问他和杨幂赵丽颖有没有联系, 于正回答和杨幂频繁联系和赵丽颖偶尔联系, 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回应,却被粉丝质疑有拉财的嫌疑。 于是两家粉丝就在于正微博底下撕了起来, 于正内心OS这锅锅不悲, 要论起两家粉丝的恩怨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了。 2011年赵丽颖在横店拍戏的时候, 因为老是被认成杨幂,便发了篇微博吐槽, 彼时正是杨幂被全网黑的最惨的时候, 于是杨幂的粉丝就坐不住了,对赵丽颖展开了炮轰。 后来两人都成了八五花儿中的佼佼者, 粉丝们时不时的就把他俩放在一起讨论和比较, 拍戏比收视率,走红毯比礼服, 日常私服还会被拿出来比品位, 反正他们只要同框, 就能被粉丝们脑补出一场宫廷大戏。 前段时间,妮妮被爆嘎戏, 谁想到妮妮这事吵着吵着又变成杨幂和赵丽颖的粉丝互私了, 咱就是说大可不必。 这几天,四川省甘子州卢定县6.8级地震的消息, 引发全国人民关注,前动着人们的心。 据悉,这次地震是2017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了, 甚至连河南地区都有震感。 地震发生后,不少明星都伸出了援助之手, 首先就是韩红他一下捐出了400万元, 是目前捐赠数额最多的善款。 歌手林一伦也及时向红十字会捐赠了50万, 除了捐款之外, 一些明星也捐了物资。 黄晓明的爱心基金会捐赠了帐篷、 防潮店、应急灯, 解决了染眉之急。 四川籍女歌手李雨春也在第一时间持人家乡, 向灾区捐赠了帐篷以及行军床铺。 9月5日, 一则名为《开始推理吧!张若云、唐一新结婚照》的词条登上热搜, 不明真相的吃瓜网友还以为张若云加盟了节目, 但点进去一看并没有, 原来是《开始推理吧!》的饭外笑游戏里, 挂了张若云和唐一新的结婚照, 若只是单纯将真人照片放在游戏中, 最多会被骂侵权。 然而在节目组编造的故事里, 两人感情不好, 妻子还莫名消失了, 丈夫或是凶手, 这诡异的故事情节令不少网友都不寒而栗。 很多网友怀疑节目组是故意利用恐怖故事诅咒张若云夫妇, 这里面就牵扯到《开始推理吧!》和《明星大侦探》两档节目的恩怨了。 《开始推理吧!》的导演是小盒子, 小盒子原来是在明真的, 但是在最新一季开始前, 小盒子突然带着团队跳槽了, 还创设了同类型的综艺, 开始推理吧! 小盒子在筹备新节目的时候邀请过张若云, 但是张若云拒绝了, 如果真的是挖人不成肆意报复, 那这档节目的格局真的有点小! 最近陆寒莫名其妙的被挂上了热搜, 这次不是因为一话, 而是貌似要开演唱会了。 陆寒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舞台照, 随后又秒删了, 但还是被眼疾手快的网友们截图了下来, 秒删的照片里架子鼓钢琴乐队, 还有坐在中间的陆寒, 怎么看都是要开演唱会的节奏, 陆寒闷声干大事第一人! 近日, 圈内知名编剧汪海玲发文透露, 内宇要整顿明星姓名乱象, 明星的那些什么乱起八糟的外文名, 类似外文的艺名将会被取缔, 他还特意提到了《腊木羊子》和《安德拉贝比》, 《腊木羊子》倒是积极, 很快就发文称自己将改回本名李佳琪, 为了区别于口红一哥, 他还特意给自己取了个小名小辣, 随着《腊木羊子》的跟进, 演艺圈没什么波动, 说唱圈倒是地震了, 毕竟rapper们大多数都是英文艺名, 不过为了响应政策, rapper们也是较劲闹之, 更新了自己的新名字, TT改名叫TGT, Freezy表示自己叫自由西, 看似已经与整个中文说唱圈没多大联系的PG1, 也将微博ID改为了自己的新名字, 王为主, 不懂就问, 法老算是埃及名字吗? 还需要改吗? 总的来说, 这周的瓜都有点无聊, 除了他房就是造谣, 网友们在吃瓜之余, 也要记得理性看待。 小米江们, 你们知道这周还有哪些瓜吗? 在评论圈留言你的想法, 关注点赞我,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, 我们下期再见吧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